小河灣烏水管理廠早前發生致命沙井意外 有專家認為業界對於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意識不足 建議加強培訓 今天很多人已經受過培訓 問題是因為培訓的要求比較低 其實要加強培訓法例也可能要檢討 我們建議實質上我覺得應該要執行 所有僱主都要定期上課 而這個僱主我強調包括政府人員